沈总大爱你还没有 并没有 我就猜到会是这样了 这音乐音乐队节目再这样搞下去 静姐说了 早晚要把她看了 你说这沈总真行 你说为了公司牺牲一下自己怎么了 叫到节目秀一下 这有什么呀 你去跟静姐说一下 咱们李英外合逼老板就犯 怎么逼啊 你太狠了 我现在就选安排 对了 这事你一定要对小琪说实话 她人比较老实 恰恰恰恰的 我知道了 这 这什么情况 节目收视率实在太差了 估计节目这两天又停 怎么会这样呢 不是 这个节目合作得好好的 前景也挺好的 静姐怎么突然给咱们发解约寒了 你说 收视率要是不好的话 咱们还可以再想办法 改变改变形式什么的 怎么能说解约就解约了呢 而且你说这节目才上了这么几期 就这么夭折了 对咱们来说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徐总 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这可是大家的心血呀 办法呢 倒是有一个 不过需要你帮忙 我帮忙 节目效果不是挺好的吗 为什么突然要腰斩呢 电视台那边说一开始的时候 节目新鲜 效果是挺好的 但是到了后来 收视率直线下降 然后他们就开始要求改形式 换嘉宾 还点名要求您过去做嘉宾 如果您不去的话 他就要跟咱们解约了 沈总 现在只有您能就这个栏目了 我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我也没有权利去左右您的看法 和您的做法 但是 真的拜托了 美妆秀这个栏目 对于咱们迪欧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而且是大家的心血 不能看着它就这么夭折了呀 沈总 您如果不去的话 对于咱们来说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 拜托您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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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这样我都觉得累 去告诉这片方 他们的要求我答应了 真的吗 谢谢沈总 谢谢沈总 等一下 是许诺让你来的吗 不不不 绝对不是 我如果不是看着这件事太严重了 我肯定不会月季来直接找您的 我知道您每天很忙那么多事 我是不愿意来烦您 但是就这件事 门口在那儿 再见不错 谢谢沈总 不错呀 挺能装的呀 真是没看出来啊 我得跟刘瑞说一声 让他提防你 这不是徐总给派的任务吗 平常我哪会呀 做得很好 我逗你玩呢 看你那样 真不知道刘瑞看上你哪点 看上我了 看 看上我了 这次要不是你说 开了这个节目啊 我们老板是死都不会 坐到嘉宾席上的 我现在倒是担心 就他那张千年不变的冰山脸 真要是坐在现场 不好意思对那些女嘉宾 品头论足地 弄得气氛太温 倒是出不来效果了 这倒的确是个问题 签吧 再拖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到底是哪里做得不好 你说出来我可以改吗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不是你哪儿不好 你哪儿都好 跟你再好 咱俩都过了十年了 我真的是没感觉了 那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我不想每天都这么重复 今天重复昨天 今年重复去年 这生活就像电脑制顿好的程序似的 一成不变 整个是死水一塌 你看你 十年不变的发型 十年不变的穿衣风格 十年不变的腔调 咱能不能有点突破 有点改变 给生活增加点调料 让它有点滋味 有这么难吗 你想改变 怎么改变 说来说去还不是你心里有人了 我要是有人了 我就被车撞死 我现在三十八岁 这人生算是过了一半 未来的三四十年 还让我像现在这样 重复着 我真觉得没意思透了 想想都觉得可怕 离开你 也许我过得比现在还差 但是最起码 我有了改变的机会和权力了 发什么呆呢 我在想 我们的节目 为什么要找不相干的男嘉宾 对女人平靠论座呢 这不相干的男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一个女人 她想改变造型 想要有所突破 那一定是女为月积者荣 你觉得 谁最有发言权 你是说 变身者自己的老公 或者是她的男朋友 总之是最亲近的人 这样的点评才接地起 比如刚才那对夫妻 如果我们能通过 帮助女嘉宾改变形象 让已经对她厌烦的老公 重新对她萌生激情 那你说这样的效果 是不是更有说服力 又或者 找一个邋遢的主妇 让她的孩子来点评 让她一下子变成时尚潮妈 你说这样的节目 是不是更会有人看 对呀 绝了 下期就你来变装 我 对呀 你想 沈志泽是你的老板 而且是你的男神 你又是时尚达人 你来变装他来点评 这组合绝了 不不不 这节目闭火无疑 不行不行不行 静姐 咱能不能换个人 你又来了 马上要录像了 我找谁来得及啊 再说了 我这可是成全你啊 你想 你要是对沈志泽来得真情告白 再来一个现场牵手 太棒了 我现在就得给制片人打电话 算了 我直接回台里了 马上召集所有的编导开会 就这么定了啊 我先走了 俊姐 俊姐 我真的不行 我真 天哪 哎 姑娘 那个啊 就是沈志泽他们班当年栽种的小苏树 就那个呀 嗯 我记得那是八八年 当时他才七岁 刚入学 本来这种树啊是高年级的事 可他人小志气大 拎着他们班的男神啊非要参加不可 为这事啊他差点打起来 老师 您记得真清楚 我教过的学生啊 我记得都清楚 这边的操场还挺大的啊 这是沈志泽刚留学回来的那一年 给学校捐件的 那边还有一个花园 花园里啊 春夏秋冬四季的花兜园 它还挺有意思的 人家有钱了之后 都是捐一个图书馆啊 实验室什么的 结果他捐了一个操场跟花园 志泽这么做是希望 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环保意识 热爱大自然 珍惜生命 他说价值观的培养胜过知识 对了 我说了这么多 你还没说收集这么多资料 打算干什么呢 我 我是沈总公司的员工 我想做一个特辑 让员工多了解